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次尴尬气氛中都力挽狂玩解决问题 真人秀往往会成为一人放大镜 同一件事情摆在面前不同性格给出不同答案 人情世故 拜高踩低想躲都难 任何一个眼神交流 表情暗示都能被观众反复观察 挖出来审判 分房间就是这七一个高潮部分 尊老爱幼 名气划分 想太简单了 八个房间 留两间给飞行嘉宾 意味着六间房里需要住八个人 注定会有双人间局面发生 观众都猜测会是资历较老 名气较大的先挑选单人间 娱乐圈规则却告诉大家 只要背后有资本 就能无视资历 尊老爱幼等一系列常理 黄晓明身为老大哥 率先表明态度 两个单人间让两位女生去住 林大厨每天需要大量制作食物 承包厨房各种脏活 累活 年纪又大 提出想自己一间房 好好休息 这话看似直白 其实非常合理 中餐厅巴里林大厨虽是老人 可跟明星相比依然是素人 餐厅核心就是厨子手艺 他休息不好 整个餐厅都无法运转 无法跟明星一样休息 只能用这种方式来睡个好觉 胡一天和翟肖文此时表情简直如一场大戏 他们仿佛没想到三间房瞬间没了 力争自己需要小空间 坚决不跟其他人同住 论名气不如于书心 论资历不如黄晓明依正 论专业不如林大厨 靠着资本力捧出演无数作品 却依然不温不火 资本的傲慢在这里已经展示出来 要知道 现场只剩下的黄晓明和尹正都是老资历 胡一天和翟肖文说想住单间 无疑就是想让黄晓明去睡双人房 人精如黄晓明 尹正当然明白其中意思 于书西也看懂了其中苗头 主动拉着将延出去商量 想跟他住双人间 尹正站出来说跟黄晓明住双人房 解决了分房问题 对于这个结果 部分网友直接表示气笑了 到底是不懂人情事故 还是资本塞人太傲慢 两个没有任何作品 流量 节目贡献的年轻演员 仗着背后有资本 连黄晓明都敢名利案例挤兑 两个成年人 口口声声说需要小空间 几没弄言搞小心思 而这只是其中一个槽点 到了送礼物环节 胡一天和翟萧文 又将没情商演绎的淋漓尽致 黄晓明身为老人 给每位嘉宾都准备了 毛龙玩偶家定制扇子家T恤衫 一套组合全看得人乐开花 尹正直接送了 每个人一袋子情绪现香 环解大家一国他乡情绪 帮助大家安心工作 非常用心 于书心和江言送的礼物 也有心思 只有胡一天和翟萧文 没给其他嘉宾准备单独礼物 忍不住一问 真是没情商 还是觉得来综艺的让别人捧着 第一期画面里胡一天和翟萧文 两个人连简单洗碗都得问八百遍 着实让大量网友吐槽 年轻小伙好几个 想必干活压力也比之前轻松不少 没想到这才是修我厂的问题所在 第一期播出后就有网友调侃说 有花勺儿那味儿了 修我厂之芬芳 谁更有担当 于书心之前在大众的眼里 是个小做精 咋扎乎乎的 本以为会在节目里是个手不能提肩 不能扛的角色 看完第一期后对他有所改观 好几个矛盾点都是他巧妙化解的 本季有八个人六肩房 六男两女 本着照顾女性的原则 店长黄小明首先提出女生一人一肩 剩下六个人四肩房 那么就由梁祖两个人住同一肩房 谈及到这里时 一度陷入沉默 很明显每个人都想自己单独一肩 可能是为了打破尴尬 此时尹正提出先帮女生把行李搬到房间 顺便看看剩余的房型再进行讨论 结果搬完后 剩余男生依旧保持沉默 两个年轻小生也没有要合住的意思 此时于书心默默把江炎拉出房间 问他姐不介意两个人一起住 江炎同意后两人回到房间 跟店长说明情况 表明两个人可以合住一肩房 这样就多出来一肩房给男生们 但依旧需要两个男生合住一肩房 按理说此时两个后辈应该站出来主动认领合住一肩房 不管是从资历 综艺主力还是做饭方面 都该主动提出合住一肩房 但此时两位都心照不宣地保持肩默 最后还是尹正提出来说 跟黄店长合住才算解决了房间的问题 首期刚打个照面 让女生和前辈承担责任的行为 让大众对这两人的好感全无 开始分工后他们的表现怎么样呢 分工合作 却有人说不会刷碗 开业之前 总是有许多东西要准备 但定如江炎小姐姐 都说没有稳定感 一直在收拾准备第二天要卖的冰粉儿 尹正也开始准备熬制酸梅汤 于书信不仅协助林大厨试菜了炸猪排 还炒好了五花肉 带大厨再准备明天要卖的包子 当晚火时事烧烤 胡一天和翟萧文则负责生火烧炭 生火时胡一天可能发现炭的数量比较少 而炉子又有点高 烧烤不容易熟 直接丢了块砖头进去 然后两人都进房间喝水去了 浑然不知烧烤它已经变成了爆破现场 等他们回来发现有一根鸡腿被绷到了地上 也没有补救 还是黄小明 尹正回来后找工具把砖头夹出来 才避免了一场灾难 动手能力这么差 抓紧补习啊两位大哥 吃完饭后宅萧文收拾碗筷 却连怎么刷懒都不会 用不用洗结晶 盘子须不需要擦干每一个小步骤 都要问一遍林大厨 林大厨也真的是脾气好 竖大拇指 知道你上的是综艺中餐厅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什么学习训练营 江炎则在准备好冰粉 而后又去帮带大厨包了包子 凌晨两点又跑到厨房发面 第二天一早依旧早早地到餐车来准备 这才是真正干活的人啊 开启营业模式 却对同胞杀鼠 营业第一天 嘉宾们各显神通 代大厨负责法国当地顾客 林大厨和江炎在后厨忙忙碌碌 隐正负责出售装杯酸梅汤 宅销文丹起跑堂的责任 其余不在后厨忙碌的人 则要有一定的灵活性 一人于书星发挥了100%的作用 活跃气氛 招揽顾客 对旁边的小摊车生意受到影响 为照顾老板娘情绪 还送了酸梅汤过去 这一件件小事都成了他的光点 黄店长也发挥自己的优势 抓住了一位在这里开餐馆的青岛人 并加了好友 方便日后买菜 而胡一天在做什么呢 一开始就把油网装返了 耽误了炸猪牌售卖 后又遇到中国女孩来买品牌商赞助的酒 问有没有优惠 胡一天却说买两瓶才有 知道是为了提高营业额 可这样对同胞合适吗 毕竟旁边黄店长还在大方赠送中国纪念品 资本运作太热心 单看这两位小生在节目里的表现 可谓可有可恶 中餐厅作为一档火爆多年的综艺节目 吸引了无数观众的目光 能成为这个节目的常驻嘉宾 无疑是在全国观众面前展示自己的绝佳机会 而对于艺人来说 这样的曝光度无疑是提升人气 拓宽事业的重要途径 胡一天签约新公司后 登上中餐厅的舞台 可以说是新公司对他的一份诚意之作 毕竟能在这样一档热门节目中担任常驻嘉宾 对于胡一天的个人品牌和事业发展 都有着极大的帮助 人爱上节目的目的 似乎在热搜词条中已经暴露无异 胡一天把中餐厅录成偶像剧 这样的热搜词条让人不禁感叹 难道上节目就是为了炒作自己 我想说 如果想拍偶像剧 那就去进剧组啊 何必在中餐厅这样一个以美食文化交流为主题的节目中爱手爱脚呢 既然选择登上中餐厅这个火爆的节目 就应该根据节目的性质来调整自己的表现 为观众留下美好的印象 不要整那些花里胡哨的噱头 而是要真诚地投入到节目中去 展示自己的真实一面 这样观众才会感受到你的诚意 也才会对你产生好感 在节目中 胡一天可以尝试发挥自己的特长 为餐厅的经营出谋划策 或者在学习烹饪的过程中 展现出自己的认真态度 总之 只有真正融入节目 才能赢得观众的喜爱 希望胡一天能够珍惜这次机会 用心去体验中餐厅的魅力 为自己的演艺事业添砖加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近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哦 感谢观看